我们老话是 变得不得了的 来 叫给 叫给老师 迈古 各位老师好 好 我们的人这一番 非常稀奇的朋友们 非常开心 今天我们得到 卢志龙 医生来为我们 主持人讲座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呢 一定非常 期待 怎样会不老呢 我们都想不老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请卢志龙先生 各位主持人 就为我们开始讲座的 怎样会不老呢 有请卢志龙先生 谢谢大家 OK 大家早餐好 好 全部吃饱了 吃饱了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卢志龙 就是医生啦 现在是在 呃 就是实习 呃在 一个专层的执照 关于呃就是 卫生主持的执照啦 我已经做了医生大概9年多了 啊 今天是第9年 我之前是在 呃 马六甲大医院中央医院实习了2年 全部 部门都有经历过 婦长科 儿科 然后家庭医生 全部都有 呃 经历过啦 如果在座的各位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问我 有问题 因为我知道在 呃 有些疾病的话 当你们去 中央医院 还是去诊所 去看医生的时候 想要问呃 医生任何一个问题 都很紧迫 他们的世界的部落 所以 那医生这几天 我们有 特别的时间的话 你们有什么任何问题 请问我 他问好 好 然后 我想要 借着这个机会 想要感谢 PCG 还有 他这样啊 认识中心 就是给我一个机会来 今天给你的讲座 讲座是关于 比较多是关于我们的 啊 啊 老化的姿势啊 怎样预防老化 怎样 变成我们比较心理 比较开放啊 其实我们 呃 身体上的疾病的话 其实很难预防 可是我们也不要忽略了 我们的心理上的疾病啊 因为心理上的疾病 如果 有个人可能有好像 不开心啊 而且会影响到我们的物理上的疾病 也是 ok 所以今天我的讲座就是 关于 怎样成功预防老化 其实我们 今天全部在座的各位 参加 这个活动的话 我们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预防嘛 就是要预防要怎么 啊每天就 活得开心 活得健康 那是最重要的嘛 然后我想要问 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我想要知道 你们在座的各位 有任何的人 觉得你们成功预防老化了吗 参加了这个 这个活动 呃 一年两年过后 你们觉得你们心理上 会比较开放啊 比起以前的话 如果有的话 你们请你们 呃 举起手来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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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蛮多一下的 啊 像 像主席 还有 主席应该很安慰 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目标 啊 这个我觉得 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啊 ok 这个是昨天我跟 呃 迪西迪他们一起去 呃 失败 然后就是讨论一下 我们接下来的方向 ok 然后我一个就是 呃 我们是讲多一点 健康关心啊 关注 少一点疾病 那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 呃 关注多一点身体上的健康 还有心理上的健康 当然我们的呃 疾病就会少很多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知道 呃 就是老年人 当他们呃迈入年长的情况的话 为什么 现在的特别很重要 是因为 我们的社会 现在的社会 越来越老化 啊 年轻人越来越少 然后老年人 越来越多 在2023年 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是 他们已经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的人口 已经是7.4% 就是老年人是7.4% 然后他们就是估计2030年 大概7年过后 会达到15% 15% 很大的发现率 当我们的社会 越来越来越老年人的话 我们要怎样去密防那个老化 然后怎样密防那个疾病是很重要的 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 当年轻人越来越少 没有人去照顾我们的话 我们要自己照顾自己 那这是很重要 ok 这个就是我们 当年轻越来越大的话 他会发生什么转变 我觉得在场的每个人 可能他有少少少少许一两项 但是我们有一点点的变化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头发 头发可能会变白啊 可能会透露啊 他就是你个人可能会经历的啦 可是不一定是 呃100% 然后皮肤呢 皮肤就会变薄咯 就很容易敏感 啊可能就晒到太阳啊 就会变红啊 还是你有种不停 还是啊你的shampoo用错的话 就会变红 变痒 然后牙齿 牙齿可能他就会透露变化 啊可能就没有这样 啊像以前这样这样好 ok 然后还有骨头 骨头可能就是背后酸痛啊 可能很有意义 就是觉得很不舒服 ok 然后身高体重也是会有变化 耳朵 耳朵的形状也有可能变化 Q力可能没有这样好 啊 然后 肢力也是有的容易退化 啊 然后你的背活量就是你 以前可以运动可以跑出 没有喘的 现在就可能 好一点点五分钟 你就觉得很喘气喘的感觉 然后肾脏啊可能会有不同 就是整天晚上想一去小便 啊可能会忍不到 那个就是身上的肚子能影响到 然后脑部 脑风血啊可能会觉得 肌衰退 但是也有可能 胃口也是没有这样好 然后这个 就是 啊我们讲肚理上的改变的话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 就是 啊 啊动作啊 肌衰退啊 肌衰退啊 然后我们的领域系统也很 比较差 啊很容易就会 生病 发烧 然后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下一步你们会走 会做什么 就是看医生啊 有些人就没有看医生 可能他们就是吃Banadol 吃Banadol 吃Banadol 试一下子就觉得好 啊可是我还是去看医生会比较好吧 Banadol不是万人要的 很多人就是讲 吃Banadol 吃阴力就觉得很好 啊尽量不要 因为我们怕是可能是别的问题 可能血压高啊 觉得痛痛 ok 这个是比较 呃可能你们在座各位 比较关心的课题吧 我是觉得健康问题的话 第一个就是骨头说中症 可能你们呃 肝脸上多了 可能就是往骨脸上多 3 9 然后会觉得痛 那个 每一个可以做的话就是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做多一点运动 把那个软骨 养生比较强一点 强壮一点 运动是其中一个方法 ok 关键一点事啦 然后心脏病 心脏病 我们也是 每一个可以做的话 就是少吃炎 少吃 呃 就是有利的东西做 多做运动 如果是有症患的疾病的话 血压高啊 全部的话 尽量去吃药啦 看医生去吃药 然后有糖尿病 糖尿病的话 也是控制饮食 做运动 啊 如果家族有糖尿病的话 其实 呃 不一定你自己本身会有糖尿病 我爸爸本身也是有糖尿病 我是没有糖尿病 可是很多 呃 病人 我爸爸妈妈都有糖尿病 我一定会有糖尿病 不一定 啊 所以最重要是控制饮食 做多一点运动 然后 自己 病齐的去检查 就是淹血啊 检查 看你自己有糖尿病 然后 高血压 谁有高血压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有吗 有 有 高血压 通常 呃 吃药 你们会觉得投鱼吗 吃了吗 不会投鱼吗 啊 问投鱼的话 其实高血压 它不是一个长期的疾病 它是你可以吃药来控制 它是不能移植 可是 当你的需要 他也能移的话 试试 你可以跟那个医生讲 慢慢调那个药 可能剪一半 然后慢慢可以停掉 可是最重要还是 多做运动 然后少吃咸的东西 然后可能你的事件 会没有这样弄清楚 比起以前 所以可能就要看医生 可能他就可以 呃治疗的情况 可能是白膜 我们讲的白膜 白膜就可以割掉了 或手术就可以解决的东西 然后就是挺腻 OK 这个症状我觉得是 蛮重要的 给你们的话 第一个症状 你可以看到这里 你最近会被我 经常这个心疼啊 觉得胸口啊 把它闷啊 发紧啊 然后心的部位这里 胸前会觉得 闷闷 有一丝痛痛的感觉 这个状态你觉得 是什么问题 我问一个人 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心脏有问题 有可能是有心脏有问题 OK 这个可能是 啊 我们讲的心肝病啊 这个 我们讲的心脏病啊 可是心脏病啊 一定是胸口的哦 有些人 有可能就是被梦痛 啊 所以还是要去看医生 给他们造一个心念图 做一个心念图 确认是心脏病 有可能只是普通的胃痛 胃痛用吗 因为他的胃脂 跟心脏 其实是很靠近的 他的那个神经系统哦 其实是 就是在啊 普通的地方啊 最重要 他的问题就是 去看医生 因为心脏病这些哦 不是吃药 是Panato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所以 如果你去看医生 医生检查了 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心脏病 可能是胃痛 他就给你胃痛 然后你吃一两天 觉得好 就不是啊 心脏病了 然后第二个 你经常性恶受 然后有谈 走路的时候 可以 走上架 有机会传 然后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来 我问 Panato 是可能是我们课说啊 我们接受到外面很多的记忆嘛 OK 然后我们要谈呢 可能我们的肺部里面 因为已经从我们那些 我们的山峰啊 山峰啊 山峰啊 那个 就是我们的地址 流下去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肺部里面 可能就是有了 那么需要我谈到出来 所以 到我们有谈的时候啊 我们有 我们上下那些人 觉得有 所以 去船的意思 啊 都有点 去船的问题 很好啊 是 不然是要去船的问题啊 这个是一个肺部疾病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气喘的问题 这个肺部疾病的问题呢 我们讲COPD 其实我们必须要记得 很多人 他 这里有人抽烟的吗 有人抽烟吗 有 有抽烟 这个疾病呢 他是比较 关系到抽烟的 啊 当你长期抽烟的话 你肺部啊 他就会一直 硬化 就因为他瘦少啊 当你受伤了你的那个 呃 地方啊 受伤的地方 他就会结巴 背部也是一样 但他一来一 呃 多酸口的话 他就会变成硬化咯 然后他就会有这个疾病 嗯 这个就 如果家里能有任何人抽烟的话 尽量就是 劝他们停止抽烟 因为他会有 这样的情况 ok 然后第三个就是 你最近受了 然后 后课整天想要喝水 然后尿量他是多 啊 这个这个是 我觉得是 每一次病人 他会跟我讲 这个 情况 肾脏不好 肾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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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脏不好 肾脏不好也是会这样子的问题 你觉得肾脏不好 他是 自己肾脏不好 是肾脏不好 是肾脏不好 还是因为假的肾脏是肾脏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我知道华后会跟上课讲的那个政府 然后政府他们就会觉得很值得关好 成功的话这个华族 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关注比较多一点 OK 这个是感谢这个理事讲的就是唐达碧 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你感到这个经常性没有力吗 没有力的话就是想要爱睡啊 感感觉到很疲惫啊 那个通常就是提却 清却你们知道什么吗 就是不够却 啊 不够却的话其实很简单 我们要讲呃 如果你有时间去看皮层的话哦 你可以叫你的脚人 你拉下来这样子看 如果他是很白的话是不是 你的那个下面眼睛那个 我们讲的皮却下面哦 如果是很白很白的话 好像这样白的话 有可能是皮血的问题 还是你可以看手指甲 如果你的手指甲哦 他是很白 看起来很白的话 有可能是皮血的问题 然后你经常心会觉得头痛啊 头晕 这个就可能是高血压的前兆 如果你只能觉得到头痛 头晕晕 啊 那个就可能要选你的血压 可能血压太高了哦 就要开始治疗 如果是血压低的话 就会觉得不舒服了 通常呢 也会觉得头晕 可是他是比较多是 觉得会很累 然后通常我们 啊 你提到这些疾病的话 高血压糖尿病啊 通常都是因为遗传啊 遗传好像我刚才 呃跟你们讲的就是 糖尿病不一定是遗传的 他只剩20%是遗传的了 80%是其实是外面 就是本身自己 我们吃什么 然后有没有做运动 然后有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 那个是80% 如果我们可以去放那个80%的话 其实我们是不会得到他 然后我们要怎样预防 我们呃疾病啊 然后预防老化 他的那个护影上的变化 就变慢的话 就是其实第一 第一我们要做盛量的运动 好像我们刚才跟你讲的就是 呃 每个星期至少要做三个运 呃三次运动 大概是半个小时 我们可以就是跑步啊 看你们的就是爱好是做什么嘛 有些人可能就是去呃 游泳啊还是去跑步 但是也没有注意 然后第二就是 好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社会关系也好 就是找朋友一起 呃是 就是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一起 建立一个社会关系好的 心态就会改变 就变好 那个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除了不以上的关系 我们也是要照顾到心理上的级定 然后保持乐 呃乐观还有情绪开心 然后最后的那个要素 咧我们通常有三个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避免急定 然后是去工人 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 从事社会运动 啊 啊活动就是得跳舞啊 然后去参加一点学会啊 就是去呃参加活动 然后比如认识活动嘛 但是最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来 成功预防啊 ok 然后第三个就是 每次任职还有身体上的工人 当你们觉得自己很不舒服的话 记得要去看医生 要跟身边家人讲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次可以成功预防的话 就是用这三个要素 所以就是我的今天的演讲就是到这里了 ok 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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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问题吗 我会有问题吗 哦 颜汉水的话就是普通的颜哦 我们喝一汤汁来上水的话 我是不建议 啊 我是不建议 是因为第一 盐它会造成什么疾病 就是高血压的 啊高血压因为它太险了 当然如果是你拿来素头啊 它可以上去的 我们是可以 就是我们的头强 上去那个是很好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当 呃 我们可像那个盐的话 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疾病 可能胃会不舒服 因为它太强烈了 啊 所以我是不是很建议啦 当 如果你是讲 要健康的话 早上可以 还没有刷牙之前 喝又可以温开水 温开水 它可以帮你哦 就是把那个 我们睡觉的时候 呃 我们的口强会产生抑菌 就是很好的 呃 就是抑布在里面啊 啊 所以我们喝一个温开水 那个抑菌 它就会流进我们的胃部 它会保护我们的胃 胃的 不用盐 不用盐 因为盐的话 我不正经 出口是可以 出口是很好 可是喝是不好 还有 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是不是 没有问题啊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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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拍手 你不再都懂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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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你不在外 他说他 吃两个不准的药 如果是爬山呢 那么 那很辛苦的时候呢 他说他 你爬山 是普通 普通山 就是好像巨岛是高 比较 普通的啦 很爽 爬到很激烈的时候很爽 很爽 通常如果你爬到一定的高度的话 就是 有可能那个山的高度 我们应该已经说过就是我们的空气 空气 氧气在一个倒路的话 可能就比较少 啊 当我们的飞没有正好的方式 去到一个地方是没有怎样多氧气的 然后他会一起到 去床 那这是很正常的 你 你 不然就是 所以可能就是要 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去 你的那个氧气的那个 指数 你都可以确定你的那个血量 啊 可能 可能他会引起到 去床 症状 他不一定是气喘 他有可能会觉得不舒服 因为你的血里面有氧气 他去不到你的头脑 你的头脑就是去床的话 可能会有 啊 所以可能这一次 是 他说韩国没有吃那个胆固醇的药 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那 可能要跟那个医生讲解 我们可以放另外一种药 因为胆固醇的药 其实 你讲 呃 很多种类 不多 通常有三道类的胆固醇的药 啊 通常他是给你那个药的话 是白色不利的药 对 对 当然那个药是最 普通最常见的药 可是他的图作用其实不妥 第一个图作用就是 他会引起到你的肝 会发炎 所以他可能你一开始吃 打不准的药的话 就是 他会跟你讲 你要图作 呃 去看医生一个月后 要去看医生药液血 他要液你的肝的指数 他也是那个药 可能肝会发炎 啊 那是最大的图作用 其他的图作用好像 语拿血 其实 我是很少听 听 呃听过 病人这样子讲啊 可是如果是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 我是建议你去看医生 想听医生跟他讲 可能你建议换另外一种药 他是可以把你换那个药的 是没有问题的 你要带他年轻人去 通常我们是建议 如果你是不会 啊 马来语啊 那些的话 就是你可以建议 会讲华语的 因为每个城所一定会有一两个 会讲华语的医生的 你可以建议啦 你不一定是要跟他讲我 我要建议的话 华人医生一样 会讲华语的 会听得懂的 啊 那他们后会安排 其中一个关系 啊 如果真的是没有的话 你就下一次带你的家人去啦 啊 会把他运达 就带他们一起去 带我去 对不起啊 张婷咯 我们的详细有点错啊 来 啊 现在我们想啊 啊 先请我们的主席 啊 陈彦处先生 给我们说一两句话 啊 祝当天啊 今天 祝您节快乐 啊 啊 啊 不好意思啊 各位啊 大家早上好啊 啊 今天呢也是一个大好日子了 三大父女圈 对吗 啊 大家啊 父女啊 仇真啊 大点点 对吗 所以呢 父女啊 很重要啊 在这个社会里面 为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 为家庭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吗 所以我们不能够够够够 那么今天我们的非常的荣幸啊 能够等到来是沙老月 沙拉 沙老月啊 那个医学院火神医医学院的医生 医生路啊 武志如啊 医生的到来啊 那么呢 今天跟我们讲解大家来谈着啊 刚才用slide来讲解大概的问题啊 我看 大家都应该 听得明白吧 啊 如果你们有什么 这个疑问啊 那个 鲁医生呢 他也不介意 会给你们医医的解答 啊 那么 呃 我们呃 今天呢 啊 这个 mr 路呢 他刚才有问的一些问题哦 问你们有什么疾病哦 他就第一个解答 那么我们跟他 啊 也有一个问题了 想问一下mr 路了 那么我想问 那个矮症呢 有没有遗传 啊 矮症啊 是怎样来的 啊 这个是 啊 新鲁医生 我们应该解答 OK啊 谢谢 我就到这边 谢谢主席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其实矮症啊 到现在为止的话 他的 啊 他的 他的好的问题的话 就是我们的 癌症的指数啊 而且的话其实还没有很全面 他是遗传 还是自己本身 已经有带癌症的可能性的话 他们就讲 有可能是 50 50% 可是 要看是什么癌症 如果是癌症管理到 乳房癌症的话 press cancer 那就有可能是因为 甲族遗传 因为甲族遗传的话 好像 呃 妈妈 还是婆婆 上 上一代的话 如果他是有乳房癌的话 可能 你要自己去检查 要只能去检查 就是去看医生 他会照一个X光 啊 他会照一个X光 然后 他会把你检查 故事会把你检查 就是帮你去 呃 看你的 我们讲的 腋下 看你的肚脏啊 看你的肚脏啊 那是很重要的 你三年要做一次 OK 然后关于别的癌症 比如 讲 我们讲的 Servical 就是 呃 大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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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肠癌症 这个关于是 吃东西的 就是我们讲 经常吃便宜啊 就是 你吃 少吃菜 多吃肉 有可能他就会 那个大肠癌疾病 癌症的肌肉 就会很高 啊 所以如果你要讲 是因为 家族遗传 还是关于外围 关系引起到癌症的话 其实要 呃一个探讨的话 就是 我们要看是什么 种类的癌症 因为每个种类的癌症 都不同 比如就是被癌的话 被癌是什么引起的 最 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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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引起到被癌 可是 被癌 通常如果有些人他就会讲 我没有抽烟啊 为什么我还是不有被癌 好 那就可能这样 好 第一就是 家族因素 第二就是 附近的人 家里 有没有人抽烟 因为 二手迷 也是会造成被癌 所以他其实是很多因素 会造成被癌 其实不 不只单单是 家族遗传 家族遗传 当然是 他会引起到 呃一定的可能性 煮菜的盐 盐很多盐 有 但是也会 可是 因为 煮菜的盐 哦 他是单一的 他是单一的 就是我们讲的 油啊 油盐啊 可是这盐 里面哦 那个是酱盐里 因为哦 我不知道它的成分是乳房什么 因为它有化学物品在里面 它可能其中一个化学物品有十多种 可能其中一种化学物质可能会造成自他 好 所以很多人现在就是 呃 他们会出 你懂 然后盐子里面啊 其实是 其实是各部件 因为盐子里面 里面那个水管咯 我们不知道它的 那个化学物质是什么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 我打吧 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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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 这年 三个月到四个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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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